一個無恥 一個更無恥 請你選一個 不用身分證監 香港市民 今天是泛民特首候選人的初選 這兩個選舉 你自己選 我們泛民的代表作為參選特首 今天7點鐘 香港有74站選出泛民特首候選人 年老不會聽 叔叔千萬不要給身分證人家 知道嗎 會被人騙 多謝你 這個長者真是證明 真是證明 這位長者 都不懂得不要給身分證人家 你看看 用紙皮箱遮住 沒有私隱的 這個不是政府辦的 這個並不是政府 架頭要假遮箱 用紙皮箱遮住 還要用一些電腦 是很奇怪的 泛民是很奇怪的 借香港的民意來做這件事來騙人